下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有关奥克兰大学扩张方面的资讯 日前奥克兰大学公布了为期10年的扩张计划 这项耗资10亿元的计划已经开始逐步的推行 澳大一名发言人透露 目前约半数的费用已经使用或确定使用了方向 其中包括在纽马克的扩张计划 预计到明年年底 工程专业的研究生就能够搬入到新校舍 除了纽马克的新校舍外 澳大还将在市中心新建一系列的建筑 合计10亿纽币的费用 资金主要来自贷款和大学的收入 澳大方面希望能够在未来几年增加外部研究的收入